兩艘俄羅斯戰艦停泊在港口 不過這可不是在黑海 而是印尼似水港 四號在佐巴海 印尼與俄羅斯展開聯合軍演 儘管2021年 東協與俄羅斯軍演 印尼也參與其中 不過印尼與俄羅斯兩國 單獨聯合軍演 則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為期整整五天 這場軍演意義重大 外界分析 這顯示出印尼正在改變外交策略 從過去的誰也不得罪 逐漸轉向與強權國家交好 第一個就是俄羅斯 印尼總統普拉伯沃與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今年七月就曾經見過面 可見普拉伯沃希望能為雅加達 在國際舞台上爭取更多空間 未來兩國關係會如何發展 引發外界關注 三立新聞蒼文庭報導 參與其中 八月 八月 八月